美国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牛肉加工厂 出口中国的牛肉在市场上出现之后 引起了外界关注 牛肉养殖户纷纷表示期待 然而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 还存在很多的挑战 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来详细了解情况 尼亚 好了 主持人 我现在就在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奥马哈市的牛肉加工厂 作为这项协议的首发者 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关注 也同时调动起来 内部拉斯加的牛肉生产商的积极性 然而这批于六月底 运到中国的美国牛肉 只是在规模上非常小的一项交易 我们对此采访到了 美中业内的协调人徐文亮先生 徐文亮先生协助协调 包括内部拉斯加州长在内的 多个访华团体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但是他的第一批应该是卖给中粮 或者这种大的国企 然后进入跨境电子商务销售 就是他们的网络平台 对 量不大 很少 一点点 大概有多少能放 一两个集装箱 40英尺集装箱 也就40吨 四五十吨吧 可能是这样 据我了解的 对于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 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农业部部长 格雷格·伊巴赫对此非常看好 我认为农场主和牛肉加工产业 现在还对市场抱以谨慎的态度 一旦我们对相关的情况和实验的范围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市场的兴奋度和出口的积极性就会更加显著 同时我想提一下 自从中美牛肉进出口贸易协议出台 就有很多美国国内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和农民联系我们 而更多的是与我们过去14年合作过进出口玉米 大豆中央喷水轴的中国朋友们 现在想与我们在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的项目上 寻找参与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期待与美国方面一样 甚至更多 然而徐文亮先生表示 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品牌推广和奠定 并没有很多美国公司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也许并不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 双方可能缺乏足够了解和认识 就是文化不一样吧 那具体的商业文化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就是怎么样的不太了解 我觉得作为美方的供应商来说 中国政府国家之前总局公布了以后 他们每天可能有800个电话 或者1000个email 他都不知道我去找谁 我跟谁去做 中国就是说你给我价格 我分析市场能不能美国牛肉有市场 和其他国别的竞争吧 所以说两个现在就是说 我没选上你我就不可能给你价钱 那边是你不给我价钱 我没办法衡量市场 所以说现在我估计这个沟通起来 这个还是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许文亮先生表示 他还在努力地与奥马哈牛肉加工厂进行交流 希望能尽早确定包括出口价格 推广计划等细节 早日将大批的美国牛肉引入中国市场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尼亚的报道 美国观察将在之后的节目中 就这一话题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也请您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可没有